大家好,现在给大家介绍 Circle Server 的安装 首先打开 Circle Server 安装文件 点击全新安装或向现有安装添加功能 把接受条款勾上,下一步 前面的这些配置基本都不用动,下一步 左边看一下 到了服务器配置这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要对所有 Circle Server 服务使用相同账户点击一下 账户名选中第一个,确定 下一步 数据库引擎配置,选择混合模式 给个密码 一般情况下都输入123456 下一步 Circle Server 的安装比较缓慢 成功安装完成以后 打开开始 找到 Circle Server 安装配置工具 打开 Circle Server 配置管理器 左边 左边,网络配置 右键 TCP IP 属性 IP地址 IP1 TCP 端口 输入 1433 启用 启用状态 改成是 拖到最底下 TCP 端口 1433 应用 TCP IP 右键启用 左边 左边,第三选项 客户端协议看一下 TCP IP 是否启用 选中第一项 Circle Server 服务 右键 右键重新启动 Circle Server 重新启动 完成以后 打开 Circle Server 首先我们先输入默认的名称 密码就是刚才输的123456 选中连接 可以连接 断开 名称处改成 127.0.0.1 密码还是123456 连接 都能连接上 这说明 Circle Server 配置成功了